一塊豆腐嘛 一塊酸菜花生 彰化秀水裹小旁的文化街 上午是熱鬧的傳統市場 下午場景一轉 每到三點半 這台小籃餐車 提醒著街坊鄰居 又到了下午茶的點心時刻 打電話兩個漏蛋 我找你喔 美食專車滿載各式各樣的台味 來份炸豆腐解解饞 減份蘿蔔糕再配碗湯 或是有鹹有甜的酥炸饅頭飽 花生煉乳的話就是不敗得甜的 最近來酥煉乳也賣得很不錯 鹹的的話建議當然是肉蛋 就是比較飽滿 吃一顆可能像我這樣 我吃一顆我就飽了 把蒸過的白饅頭下鍋油炸 再加進酸菜花生粉 和乳到入味的控肉 份量飽足又過癮 不只大小朋友都喜愛 就連日本遊客也讚不絕口 這個外側的飯 外側的飯 外側的飯 很特別的感覺 吃的感覺 但是中間有很多食材 所以可以滿足 酥酥的 然後裡面又不會很油 吃小朋友炒著要吃啊 他們很愛吃 真的喔 他們覺得很好吃 你喜歡吃什麼烤味的 麵乳巧克力 你覺得吃起來怎麼樣 甜甜的 饅頭堡的發想 其實是來自於掛包的改良版 油炸鍋的饅頭帶點酥脆口感 夾肉夾蛋就是最豐盛的台式漢堡 小時候就是媽媽滷肉 那個鹹菜也是會出現在 我們家的晚餐裡面 哥哥那時候就是想說 如果把這個酸菜 要再加上媽媽的滷肉 這樣下去會不會還滿足 而且我們這邊的話 就是已經有掛包了嘛 哥哥想說不然就用饅頭 吃看看 每一顆饅頭堡都是現點現炸 炸饅頭可不是丟進油鍋這麼簡單 不只四面要炸到金黃酥脆 還不能炸得油膩膩 光是油溫過後 就是決定好吃的第一關 油溫不夠一定會甘油 像饅頭沒有蒸跟有蒸下去炸的話 它的口感是完全不一樣 沒有蒸過它裡面都是很鬆軟 不然你吃起來就是外酥內了 你如果是沒有蒸的話 吃起來它裡面就是 比較會硬一點 雙眼緊叮不能分繩 手拿長甲隨時翻動 起先學炸饅頭可傷痛腦筋 不是炸過頭就是炸太油 好在失敗無數次後 才是成功的開始